從小就是看機器人卡通這些長大的 所以我非常喜歡科幻題材 上帝用他自己的樣子創造出了人類 那我們現在其實是在做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樣子 正在創造一個AI 我有一個三部曲 我用三部創作的期間 我可以來呈現出AI 它可能在未來世界的不同的面向 這個三部曲的故事 就從整個AI的幾度發展 開始意圖毀滅人類 以及倖存的人類 它怎麼樣跟AI機器人 就是達成了某種和諧共生 第三部曲的最後是 假設的一個情境就是 人類有一天甚至 它已經失去了文明 退化成像野獸一般的時候 那存活下來的AI機器人 反而要把文明的這些 不管是語言知識生活習慣 重新交還給人類 原型機器人講就是一個老教授 他一直在製作一個女性的一個機器人 然後一個年輕的一個女性的一個機器人 登到故事的後面才發現 揭露它是受尾年老的一個企業大 和那個老女人 他希望製造一個自己的一個複製品 女主教授他其實是一個機器人了 他看起來是一個人類 他要在跟那個男主教告別之間 他講說你很清楚我不會做夢 但是他有時候會看向自己裡面的神經元 某些火花觸動 他認為那畫面非常的迷人 當時在寫這段的時候 其實我腦中想的是 機器人有著完全不同的感受的方式 可能不是人類所謂的美 但他用他的方式來捕捉這一些東西 用他的方式去留下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奇妙的是 小時候看機器人覺得是一個 又夢幻又遙遠的事情 但這幾年的科技發展 的確是有一種漸漸的感受到說 AI它真的是在走進了我們的生活 最近我就看到 就是一個我很喜歡的那個茶花家 他開始用VR的作畫方式在作畫 就是他是用VR的虛擬空間 來做他的藝術創作 那真的有發現這就是所謂光的作畫 那這事情也無法想像的 那是因為這樣技術出來之後 電腦的運算出來之後 這樣全新顯示的藝術才能夠被創作出來 現在其實科技介入內容的創造 其實就是劇本啊 這些創造其實現在已經 最大以及最常被討論的 其實就是大數據 它可以幫助整個行銷面 更精準的知道說 我們下廣告 我們到底是要下載電視呢 下載網路呢 還是其實我們應該是要去 請部落客來推薦 才能達到它最大的效果 所以這些資料的分析 其實對於整個產業面來講 是一個武器 之前有看到網路上面有一個 事實上 AI 去寫劇本 他寫出一個非常荒誕的 一個蝙蝠夾的故事 但我覺得超棒 因為它很多的語感 是我們原來根本不可能去想像的語感 但它提出來之後 我們突然發現這個語感 其實滿有失意的 那這期就擴充了之後 創作者 它對於文字的一個想像 所以我會覺得說 大數據 它特別能夠協助我們在發展產業 但是內容上呢 其實我覺得 人的這種獨立性 然後我們在創作中的這種意外的火花 其實還是很值得被期待的 它的出現呢 其實不一定是經過層層算計 它常常是 是一個意外之下所誕生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 人類它就算是跟 AI 我們要彼此競爭之下 其實我們還是有 非常非常多 我們獨一無二的潛力 然後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 無論未來 AI 怎麼發展 都是無法被取代的 它可以是陪伴 但一樣可以是挑戰 它一樣是可以獨立下去 開創它 它想要成為的樣子 那也是我期待 從人類和 AI 的 未來的一個可能性 AI高速運算 讓倡議與夢想發光 要不要做 我們再次距離